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红哥 三星折叠 咱们今天又安排了一台港版的全新的 来给你们看下这个机况啊 12加256g的啊 大内存 其实的话 目前国航二手的还要去到8000桌 但是说 8000桌的话 咱们可以买得到港版全新的了 z 负的五代啊 双卡的双代 全红同5g 目前咱们这台机是8650拿到手的 12加256g的 等一会的话 咱们去给他刷个国航系统啊 刷完国航系统的话 除了那个公交卡 插件用不了 其他都是一样的啊 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简直就像一个iPad一样了啊 iPad一样了 非常的nice 三星的这个屏幕真的是无与伦比啊 这个是全新的啊 港版的机器都是带有这个票单的啊 在国内的话 是支持一个售后的联保的 我觉得这个外观还是非常nice 三星折叠啊 看这个脚链升级之后也是比较小的 这个机器 港版的机器 再给你们说一遍 港版机过来的话都是要拆封激活的 没有那种原封未激活的机器啊 因为某些渠道的原因嘛 啊 如果说动航的老铁大家应该都懂 另外的话 咱们还安排了两台这个小苹果的 苹果的se 来来来 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 这个机器啊 非常的有意思 这都2024年了 马上啊 这个se23苹果的这个指纹解锁的这个机还要卖到2000多块 你们敢相信吗 这个机器拥有的是苹果8的外观 但是他用的是 苹果13的处理器 你们可以 你们敢相信吗 所以说是号称这个最强的5g小光炮 se3说的就是他 咱们拿了这台呢是美版的256g 目前咱们拿了这台机的2650 橙色外观的话有点这种小瑕疵 但是电池效率好啊 电池100的 目前这个全新一道话还要卖到3000多 但是有意思啊 有些人的话他喜欢这种小机器 你 你想想如果说你买个苹果8的话 现在可能就是个五六百块钱 但是se3 可以买的到三道素材的价格了 因为他因为啥 因为他支持5g这个还要2000多 如果说是你们的话 你们还愿意花2000多买个这种小平的机器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机器并不怎么友好啊 如果说有2000多的话 可以有很多选择了 买个苹果11啊12啊 对吧 最码它是一个全面屏的 支持一个 支持一个面容解锁 也比这个指纹解锁的要方便很多 好吧 ok 我是小黄哥 今天的话就简单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咱们今天在市场拿的一个 市场行情 富的五代啊 目前这个折叠的 如果说你们买新机的 建议优先选择港版的啊 性价比来说还是比较香的 如果说选择二手的 国航的也好 港版也好 成色的话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价 这就是目前这个三星折叠的一个市场行情 ok 关注小黄哥 十句给你们分享 不同的手机数码行情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兄弟 加个关注的走呗 稍等 customization 可以